社会要围堵中国的方式之一 就是移出生产线 打断红色供应链 减少Made in China的产品 我们带来看这是智慧型手机 为不让中国业者独占非洲的手机市场 有一间来自于杜拜的科技公司 在卢安达和南非设厂 已经推出了两款非洲制的智慧型手机 今天是广岛元爆武器周年 见证广岛复兴的复刻版 653号蓝色电车也重启了 我回来带你来看 今天是广岛元爆75周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申 不会签署禁止核武器的条约 那么另外广岛市民也在这一天 搭乘相当具有纪念意义的 653号蓝色电车来缅怀历史 东北亚我们接着带你来看到南韩 有根据一个全球数据库的调查 首尔的房价从2017年开始 不断的狂飙 至今已经暴涨了50% 是全球房价飙升最快的城市 那么南韩中东文在寅 他已经推出了22项的冷却房市政策 可是成效不张 被向下挤压的中产阶级 叫苦连天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刘芳慈 现在好我们带你到杰克 来看这个皮尔森酒厂的路跑赛 更多训练内容 请继续锁定 稍后的民事体育新闻